這是關於蟹的曼德拉效應 我小時候很喜歡吃蟹 我真的覺得很快就吃完腳 因為一隻腳、兩隻腳 三、四、五、六 你每隻腳都吃完 沒有肉,又要咬 總共咬六隻沒有肉的腳 其實是很辛苦的 我記得是很快就吃完 沒有那麼多隻 最後這隻是一個像薔薔 是一個砵水 兩隻就是鉗 我真的覺得沒有那麼多隻腳 直至這幾年 我很久沒有吃蟹 我吃蟹腳 為什麼有那麼多隻蟹腳 那是肉蟹 就是覺得 為什麼有那麼多隻腳 好像我小時候 認為一隻蟹很快就吃完腳 當我覺得很奇怪的時候 同一時間有人提出 原來蟹也有曼德拉效應 這個影片當然不會很詳細 去研究在這個生物 只是 你有沒有 記得是兩隻腳 兩隻的這種腳 還是三隻呢 總共有幾隻腳呢 因為如果照片的蟹效應 就很難找到殘餘證據 我們只可以唯一去找 教人畫卡通畫的人 這個好像一張閃卡 還要畫給你 這是一個蟹 他這些圖很少會錯 因為這個人會畫 他一定會參照真實的圖片去畫 他的眼裡 裡面只有兩隻這種腳 一個鉗 一雙鉗 兩雙普通腳 最後那雙腳是撥水的 這個人 可能最後兩隻腳 他沒有畫出來還是怎樣 我就不太肯定了 這個人都是畫 總共八隻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當然是新現實 有十隻腳 總共每邊五隻 任何的腳加起來 這個小小幅 他都是說 總共是八隻 這個也是八隻 因為我覺得 最令我覺得很容易記 就是 我覺得 他跟蜘蛛都是八隻腳 我真的 不記得有這麼多隻腳 這個 真的沒有辦法證實 因為我 只是覺得感覺上 沒有那麼多隻腳 那你記得呢 你記得是 總共有八隻 還是總共有十隻呢 希望你喜歡這個影片 給個Like 和Subscribe 我的頻道 多謝